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给李强多大的决策权 让杜申改委 新政协成团派最后聚集地 胡春华能排老几 习近平躺平中国民众自救 经济学家一针见血 中国财政三大危机 百姓没钱消费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会给李强多大的决策权 让杜申改委 美国之音刊登邓玉文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中国放弃动态清零 疫情防控急转弯 后任总理李强可能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 原因在于李强在二十大后的第一年 接受总理主管全国经济和行政事务 他必须到年底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如果他开年就把经济搞砸 在接下来的四年将男友微信带动队伍 把事情做好 而疫情早放开 对恢复经济早有利 中国官方刚公布了去年的经济数据 GDP增长3% 这一数字是否注水 姑且不论 比年初定下的5.5%增速目标近乎腰斩 也创下过去40年最差记录之一 这是习近平为什么不再将抗议当作头等大事 而重新拥抱经济的关键因素 再清零 恐将人心和经济都会清掉 今年经济形势虽然普遍预计会较乐观 当局也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国家元气的恢复要有个过程 而市场最怕的是政策的瞎折腾 从搞好经济来说 单释放路线转向的信号是不够的 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经济管理团队也非常必要 尤其是选一个什么样的总理很重要 在中国总理是政府首脑领导国务院 但总理的实际权限取决于他在党的系统的排名 以及在国务院的分工 以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 周恩来是毛泽东以重的左膀右臂 但他在总理任上的权力实则很少 见证出的几年 当时的中共决定将经济管理和决策大权 从国务院独立出来划给一个新成立的机构 国家纪委是国家发改委的前身 该机构不隶属国务院和后者评级 由时任国家副主席人称东北王的高刚任纪委主任 计划大权被割让之后 国务院系统的其他权力 如财政大权等也不是周恩来能够管得到的 他实际分管的领域是他长期从事的 也是非他莫属的外交事务 高刚事件后国家纪委被削权 纳入国务院 但周恩来依然不能做到全盘负责政府事务 他作为总理的权力 被当时处于一线工作的党内二把手刘少奇 总书记邓小平 中裁委主任陈云等拿走 改革后 中共和政府的关系开始理顺 党政分开 行政体系相对制度化和规范化 总理回归这一职务本身的含义 拥有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和决策大权 但外交军事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除外 他一般属于党的总书记的权限 总理和总书记的分工有比较明确的分野 不论总理在党内是否处于二把手 实际其权力和地位被看作仅次于总书记 李强已被内定为总理 一个多月后 他将在两会走马上任 坐镇中南海北院 他也是党内老二 尽管他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既然被选中坐在这个位置上 也就存在一个如何处理老大和老二 中南海南院和北院的关系问题 不妨回顾习李的前任是怎么做的 先看看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基于历史关系 对周恩来不信任 但又离不开州 没有州 毛或许统治不了中国长达三十多年 周恩来则对毛泽东表现出忠心耿耿 不敢有野心 用自己的才干和行政能力 为毛泽东收拾烂摊子 再看胡耀邦和赵紫阳 虽然他们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太上皇 邓小平 但仅就二人关系而言 基本各守边界 南院不干预北院的政府事务 尤其经济事务 北院也不插手属于南院的党务 外交和军事 再来看江泽民朱镕基 朱镕基被称为经济沙皇 这说明朱镕基是个强势总理 朱的强势在做常务副总理时已经表现出来 国务院的经济大权被他见夺 上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国企改革 就由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主导 而不是总理李鹏 当然这背后也受到作为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 江泽民基本不干预总理的事务 能够放手让朱镕基去做 再看胡锦涛温家宝 温家宝虽然没有朱镕基的强势和经济管理能力 但由于胡锦涛更弱势 使得温家宝做总理期间 基本不用担心胡锦涛插手干预 当时高层的九龙治水体制 让每个常委在分管领域都有主宰权 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则要微妙的多 习近平上台的前三年 由于没有自己的班底 并不能做到什么事都说了算 他虽然成立了一个新的决策机构 深改小组并亲任组长 但舆论还是以习礼并称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全面改革规划 相信李克强的想法在其中起了 即使不是主导也是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习近平的专权强化 他也就把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 国夺过来 政策号令出自南院不再是北院 习近平主要是通过两个重要的机构 深改委和中裁委夺得权力的 虽然李克强在这两个机构中都是习近平的副手 但权力已大大的被边缘化 习礼关系之所以有这种质变 是和习近平不信任李克强有关 李克强本来是作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培养的 要不是江泽民的私心 党的总书记本来没有习近平的份 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对李克强自然不放心 何况二人在治国理念上还有很大差异 所以习近平一步一步剥夺李的经济权力是必然的 不剥夺才奇怪 这由老大和老二的竞争关系决定 当二者的竞争性太强 就必然要出现一方压过另一方的情况 一般当然是总书记打压总理 因为总书记可以合法的利用党的权力压制竞争对手 但有时也会有例外 李强和习近平的关系同上述几对很不一样 他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 属于习近平的后背亲信 也许二人不见得在所有的政策议程上意见都一致 但李强采取的肯定是重施策略 以维护习近平的权威为首要政治原则 不会也不可能利用眼下习近平因为清零失败而形象受损 去搞什么小动作 至少在他的第一任期 羽翼尚未丰满到敢去挑战习近平 习近平也不会怀疑李强在目前的节骨眼上敢有二心 还是会像过去一样信任他 由于这种信任关系 习很可能愿意放手 让李强按自己的思路去搞活经济 如允许李强可以去挑选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的人选 在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等 从而在李强的带领下扭转经济下滑的势头 观察习近平会将多大的权力让渡给李强 一个指标是习会不会将中央升改委主任一职 要李强去做 如果说之前习近平把中央财经委和中央升改委 这两个中共核心经济决策机构都抓在手上 是防止大权旁落 那么二十大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尊 党内无人敢挑战他的权力 又在政治局有一帮亲信共卫 在兼任党内很多小组职务实无必要 可以放弃一些而专注在他认为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上 经济如今虽又成为中国的头等大势 但实践证明习近平没有经济才能 管不好经济 再把持经济决策大权 对恢复经济不利 所以他至少应该将这两个决策机构的一个 让度给李强 相对而言 升改委更适合由总理来主导 现在的中裁委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由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兼任 六四之后该机构一度被撤 1992年恢复 由江泽民做组长 朱镕基做副组长 成员多为国务院相关经济职能部门的主管 这个惯例延续到现在 尽管江湖都担任过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然而从前述分析来看 他们只是挂名 实际主导该决策机构的是 兼任副组长的朱镕基和温家宝 不过既然总书记兼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惯例 习近平将他让度给李强的可能性就不大 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则是习近平上台两年后成立的一个新的决策机构 它是习近平2013年应应三中全会推进全面改革决议而成立的 习近平亲任组长 副组长由总理李克强 主管党建和宣传的常委刘云山 以及常务副总理张高丽组成 成员基本是由党务行政和司法军队的副国级出任 至今深改委也是这一人事格局 从人员构成来看 两个机构有一部分重叠 但深改委比中裁委似乎更高一些 这可能和深改委不单负责经济决策 也涉及党和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有关 这个角色看起来更适合交由总理负责 因此如果有李强领导深改委 拥有经济和社会事务决策权 向外界释放的信号将更强烈 意味着习近平在二十大后 真的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了 可见如若习近平足够自信和聪明 他应该把这一职务让渡给李强 让他有更大的空间去做事 外界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这样做 如果习近平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 不让人们产生误解 大概率就不会让渡 当然习近平可以要李强实际主导这两个机构 自己只挂个名 到底习近平会做何选择 恐怕也要等到两会后才能揭晓 但不管如何 习近平的抉择不仅决定李强做事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某种程度上还决定他自己 以及这个政权的命运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胡春华政协排劳己 香港明报报道 共2172人的14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之后 新一届的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也呼之欲出了 唯一上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排名第四的王沪宁 他已是无可争议的下届全国政协主席人选 而名单中的多名副国级领导人 也是政协副主席的确定人选 其中副总理胡春华 人大副委员长沈月月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三名团派大将将聚首 令政协新领导层成为团派最后的集中地 在新一届政协的中共界别中 还有政治局委员兼统战部长石泰峰 蒙古族的现任政协副主席巴特尔 国务委员王勇 以及国台办主任宋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科技部长王志刚 交通运输部长李小鹏 国税总局局长王军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陈小江 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桥办主任陈旭 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江信志等人 几乎是清一色 现任或卸任的政部级官员 按照政治规矩 石泰峰应排副主席首位 但自2014年底令计划落马之后 近年两任统战部长孙春兰 尤全都未在兼任政协副主席 石泰峰会否恢复王兆国 刘延东杜清凌等前任的传统 重新兼任政协副主席仍有变数 统战部长兼任政协副主席 据说是为借此达到 副国级国家领导人级别 而近年的统战部长 不是政治局委员 就是书记处书记 石泰峰在20大上既是局委 又是书记处书记 是有史以来地位最高的统战部长 务须再借助政协副主席来提高地位 在地方统战部长都是省市委常委 也都不兼地方政协副主席 只是兼任政协的党组书记或副书记 所以有人预料 石泰峰这次虽然上榜全国政协委员 但可能也不兼任政协副主席 而只兼任党组副书记 但也有分析认为 近八年统战部长虽然不兼政协副主席 但政协副主席中均有一名统战部副部长 通常是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少数民族官员 如上届的王政伟回族 本届的巴特尔蒙古族 但国家民委主任现已改由汉族出任 新任新主任潘月又未当政协委员 刚升任的国桥办主任陈旭 很难连升两级 故不排除石泰峰仍会挂名政协第一副主席 无论石泰峰是否在政协副主席中挂单 其主要精力都不会放在政协 所以他之后的政协常务副主席谁数就更加引人注目 按照级别资历石泰峰之后胡春华当然不让 不过这个常务副主席是负责主持全国政协的正常工作 角色十分吃重 不太可能由一名提前出局的失忆高官来担任 而先后担任此职的王忠宇、叶选平、张庆离等人 都是级别资历虽不太高 但更受信任的官员 所以不排除在王勇、巴特尔 甚至在卸任的原河北书记王东峰 原山东书记刘嘉义或原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等人中 物色这一角色 至于胡春华应该参考本届政协的刘起宝权力 在副主席中只能排第二或第三位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彭博社的报道说 习近平躺平中国民众自救 彭博社周三18号报道 对于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就由政府支配其行动的中国14亿公民来说 过去六周迫使他们突然想出生存之道 报道指 中国百姓向基层团体和公司寻求医疗帮助 而政府躺平削弱了大众对共产党的信心 报道指 在中国突然结束严苛防疫措施后 31岁的广州居民 Sherr薛和他的女儿发着104度的高烧 但他只有一瓶过期的消炎退烧止疼药布洛芬 他向彭博社表示 我没有想到获得药物会这么困难 他回忆说在他上个月患病期间 他曾经期望政府能够负责并发放药物 在医院不堪重负的情况下 他转而求助于社交媒体 并在微信上发现了一个为需要的人提供援助的应用程式 在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后 大约一个小时 一个陌生人打来电话 提供两个免费的新冠病毒快速原检测包 30分钟后一位刚从新冠病痊愈的女士告诉他 他可以送两片布洛芬药片 彭博社引述Sher的话说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们互相帮助的温暖 我将教导我的孩子也这样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 要求公民加倍努力挺过这一波疫情 国家传媒敦促人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起主要责任 虽然中国的宣传部门试图通过强调自我牺牲的故事来引导舆论 但彭博社引述专家指出 中国民众的创伤性经历 有可能破坏支撑共产党合法性的社会契约 接受一党统治 以换取合格的治理 保证人民的安全并改善他们的生活 相反 公民现在正在获得在没有党的情况下 有效生活的真实经验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戴安娜富向彭博社说 沮丧的公民感到他们被180度从严密封控的清零社会抽起 然后放在一个病毒从生中自生自灭 已经很明显 人民在为人民服务 而不是党在为人民服务 去年底中国各地民众自发上街抗疫清零之后 中国政府突然戏剧性的取消大部分封控措施 混乱也随之而来 民众争先恐后的去买药 医院挤爆受感染的病人 火葬场也不胜负荷 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自我隔离和治疗的指引 一些地方当局向老人发放药品 但是国家卫健委官员未能对疫情数据做出明确说明 也未能调动国家资源来缓解物资短缺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基层团体和企业发挥了突出作用 他们推出了协调药品供应 提供卫生建议提供卫生保健状况的数据 甚至向经常被忽视的农村地区伸出援手 捐赠药品的微信应用在12月19号推出后 立即有几百万的访问量和超过80万的帖子 收集捐赠的布洛芬的网上组织乡村退烧运动说 截至12月29号在家庭成员通过微博签名后 他向110个村庄约13000名老年居民游击了药物 NCP生命支援是在最初的武汉疫情期间 成立的一个草根组织 提供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主要城市的 医院床位供应数据 美国披则学院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助理教授刘汉璋说 政府在清零阶段非常有存在感 现在人们被感染了 他就没有帮助了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 我不认为这一事件在公众支持方面 对政府有任何好处 在中国一些地区的病例出现高峰后 国家在最近几天采取行动 更积极的解决资源紧缺问题 为每个乡村诊所提供两台 由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资助的血氧仪 为每个城镇医院提供一台氧气浓缩机 政府周一表示要优化财政资金的支付 并建立一个专门的渠道 以加快官方采购医疗用品的速度 尽管习近平近年镇压民间社会 但民间社会的复苏还是出现了 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基层组织可能会失控 开始向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2013年上台后不久 习近平宣布公民社会与西方民主和媒体自由一样 是对党国的威胁 基层行动的热潮让人联想到武汉最初爆发疫情的时期 当时国家鼓励民众提供医疗资源和资金 法兰克福哥德大学政治学副研究员伯特伦朗说 然而这一次由于政府已经退后一步 地方机构正在带头行动 彭博社引述伯特伦朗说 这种自发性绝对值得注意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自发的行为本身就是危险的 江国是北京的一名学生 疫情变得严峻之际 他就开始为一个致力于抗疫救援工作的基层组织提供志愿服务 他给首都的医院打电话 查看他们是否有空置的床位 然后将信息输入到该组织管理的网上电子表格中 像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 他正在质疑政府 彭博社指 这反映普遍对共产党丧失信心 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影响 江国在谈到清零措施突然转向时说 这实在是太快了 太突然了 这不可避免的让我想到 为什么政府不提前告诉公众 让我们先做准备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经济学家一针见血 中国财政三大危机 百姓没钱消费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殷建峰近日发表两篇文章 关注中国人民不花钱 以及中国政府乱花钱的情况 引发讨论 殷建峰还直指中国财政出现三大危机 包括以养人为主的吃饭财政 过多介入经济事务的投资财政 债务快速累计的窟窿财政 在殷建峰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的分析文章中 他观察2012年至2021年间 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需求结构 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8%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投资率则高了19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位居主要经济体首位 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 那么钱去哪了 殷建峰提出疑问 他分析 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收入过低的工人阶级缺乏消费的能力 在居民部门内部形成了占有大部分收入和财富的少数富人 和饥寒交迫的大多数穷人 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 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为何中国人不消费 资深财经评论人王健进一步分析表示 首先中国人分享经济成果比其他国家人少 其次中国政府福利开支低 而且大部分都被中国政府官员自己人花掉 用在老百姓身上最多不会超过20% 80%医疗开支花在5%的政府官员身上 中国60%存款掌握在11%人的手里 剩下的人还能指望他消费吗 王健直指最核心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恶化 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 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 恰恰反映这个现实 以前讲金字塔形社会结构 很多人纠正中国是图丁形 王健补充说道 在殷建峰另一篇财政的钱去哪了 提出在2012年至2020年间 中国政府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将上升到25% 远超过其他14个主要国家 那么钱都去哪了 中国的财政支出中 劳动报酬占比34% 社保福利救助占比32% 投资占比32% 他揭开财政支出的黑箱 财政体制三个特点 一抠门财政 中国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32% 在15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 二投资财政 从2012年开始 由于中国政府投资增速的提升 政府投资占比长期稳定在37%左右的水平 比同期的美国高出20个百分点 三吃饭财政 从2012至2020年的平均数据看 中国财政支出中雇员报酬占比高达34% 是希腊以外其余13个国家的两倍到五倍 他提到中国政府支出对债务依赖程度的显著上升 是在2015年之后 政府可支配收入支撑的政府支出下降到不足90% 同时新增债务的比重不断上升 到了2020年财政支出中只有61%靠的是当年收入 剩下近30%的支出依靠债务融资 在2020和2021年即使是财政部统计的赤字率 也过了3%的红线 所以坚守3%的赤字率已经无意义 也无可能 殷建峰作出结论 对于所谓赤字率放宽 王健认为中央政府或许还有空间 但是地方政府则无 然而他说到中国问题不在于债务而是利息 很多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 超过一半收入必须还利息 王健称中国利息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60% 为何地方政府到处上街抓违章 没钱了 往年此时都会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整治专项行动 今年没消息 因为开发商已经不盖房 拖欠不了工资 现在只有政府工程在进行 现在是各级政府在拖欠 王健说 许多人误认为中国财政崩溃是一夜之间 他强调政府失能逐渐的失去各种治理能力 这是静悄悄逐步缓慢发生的过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忌惮习近平 蓬佩奥新书爆料 川普要我闭嘴 中宣部捞过界碰瓷 交通部火速撇清强国交通 中共当局用新型手法控制民营科技 习近平集中力量 办蠢事挫败 对世界更加危险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忌惮习近平 蓬佩奥新书爆料 川普要我闭嘴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在下周出版的回忆录透露 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美国时任总统川普 为了避免激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蓬佩奥闭嘴 新闻网站Semaphore19号 引述回忆录内容报道 川普和习近平在2020年3月26号的一次通话中 习近平抱怨川普的内阁成员 破坏美中刚刚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川普事后对蓬佩奥说 小蓬 那个该死的家伙讨厌你 蓬佩奥在书中表示 他认为习近平希望川普开除他 就在两人通话前一天 蓬佩奥公开指控中国一再拖延与外界 分享新冠病毒讯息 还散布虚假信息 就在川习通话几天以后 蓬佩奥表示 川普在椭圆办公室 指责我激怒中国将所有人置于险境 部分因素为美国还指望中方提供的医疗防护设备 总统对蓬佩奥说天傻的你闭嘴 蓬佩奥写道 他满足总统的要求 不再批评北京 即便那是说真话 我们需要医疗设备 且任由中共拿捏 蓬佩奥说 我为总统工作 同时静待时机 Simon 4报道 蓬佩奥试图透过回忆录来凸显川普 其实比蓬佩奥对中国更加友善 这也可能是两人未来竞争总统门票的重要争点 一名川普政府前官员表示 蓬佩奥所为习近平想要川普开除他 有点夸张 川普的发言人拒绝评论 蓬佩奥的回忆录 暂以名为寸土不让 为我所爱的美国奋斗 被视为他问鼎 2024白宫大位的起手势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交通部火速撇清关系 强国交通被击野鸡公司 据中央社报道 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 拟推出首个国家级交通出行平台 强国交通 中国交通运输部今天火速撇清 称与该APP无关 任职交通部系统的网友更讥讽 强国交通是碰瓷的野鸡公司 同时财联社旗下的经平台披露 强国交通的背后操盘手 其实只是一名中国资深媒体人 同光来 使此事更加受到外界议论 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 昨天独家报道称 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交通出行平台 涵盖网约车货运水运 航运等功能的强国交通 近日已完成内测 进入上限倒计时 将率先推出约车服务 已接入数十家网约车运力公司 未来预计接入运力将占市场 全部运力的90%以上 报道并称 强国交通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与相关部门联合打造的 数位立体交通应用服务平台 中国正全力扶民企拼经济之际 消息传出后 引发海内外震撼 官方被批要自己做市场 推行国进民退 党管一切 对此 中国交通部今天上午 透过媒体以不具名的方式 火速撇清与强国交通的关系 界面新闻 今年上午独家报道称 近日有媒体报道 交通运输部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联合推出强国交通APP 界面新闻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此事与交通运输部无关 讯息有误 经济观察网引述一名交通运输系统的人士 表示 媒体和网络平台传得沸沸扬扬 但交通运输部机关和下属技术支援单位 都对强国交通APP全然不知情 对网传的强国交通界面 直接打伤了交通运输部标识一事 该交通运输人士表示 有碰瓷嫌疑 IT之家报道 有自称在交通运输部系统工作的微博使用者发文称 机关和下属技术支援单位全部不知情 这就是个碰瓷的野鸡公司 查了下是北京重营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随即遭中国媒体挖出 成立于2021年 位于北京市 注册资本仅人民币315.8万元 号称是中国首个5G消息商用平台研发与运营单位 天眼查数据显示 北京重营通多名大股东存在最高法院公事的实行公司 限制高消费企业曾因为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而被法院强制执行等情况 据报道 强国交通背后操盘手佟光来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曾是华夏时报记者 目前担任北京重营通的监视 也是其控股股东北京光信时代科技合伙企业的个人股东 目前佟光来在三家公司担任高阶主管 且是四家公司的股东 报道直指因此外界不难理解 强国交通的宣传为何引起如此高调的声量 同光来显然深谙传播规律 再造热点蹭流量 吸引大众眼球关注上有方法有资源 目前首先发布强国交通报道的北京日报已经删文 多家中国媒体的撰载文已经下架 显示此局并非当局政策 中宣布存在捞过界碰瓷之嫌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共当局用新型手法控制民营科技 据日经亚洲报道 过去两周中国的民营科技公司收到了来自政府监管机构的不少积极信号 许多新闻头条都称赞 北京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打击已正式结束 不过很多在中国领先科技公司工作的人并不真的相信 他们希望等等看 中国1月18号宣布将推出由党国主导的强国交通应用程序 除了会率先推出网约车功能外 还将结合货运水运航运等服务 目标设定攻占90%的运力市场 官媒称推出强国交通APP是为了应对该行业的无序扩张和数据安全问题 这个消息很快被解读为一个明确迹象 表明北京方面仍继续对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施加控制 即使当局已经对外表现出停止打击科技企业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政府在私营企业内部的影响力正在以其他方式日益增强 作为北京当局打压科技企业的两个最突出的目标 腾讯和阿里巴巴一直是最期待政府政策放松的风向标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最近创下六个月以来的新高 对于这一对难兄难弟来说 确实有一些值得庆祝的事情 腾讯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进口视频游戏许可证 而阿里巴巴关联的企业蚂蚁集团 获准其消费信贷部门筹集更多资金 更引人注目的是 新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易恋红 甚至亲临阿里巴巴总部 承诺将坚定不移支持这家电子商务集团 该集团在中国政府科技打压的行动中受到了沉重打击 但持怀疑态度的人表示 北京的温和态度并不意味着回到那个 更自由增长更快的科技行业的早期时代 相反在中国长达三年的严厉清零战略 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之后 对科技打压 现在让位于复苏经济居次要地位 就连对短期宽松表示欢迎的瑞银也表示 从长远来看 北京对科技行业的控制只会更加严格 因为监管部门总是试图追赶创新 该投行还预计 中国的短视频平台和直播流媒体领域 将出台更多的监管规定 因为内容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共正在放弃对科技巨头的直接制裁 而是进入他们的董事会 不断下滑的经济 迫使北京方面重新思考 如何更好地控制中国互联网的巨头们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中国已经采取行动 在阿里巴巴和腾讯 以及其他一系列互联网集团的地方分支机构 持有黄金股 这些股份通常包括1%的股份和一个董事会席位 这为中共提供了一种深入参与的机制 尤其是他们向成千上万中国人传播的内容 本月早些时候 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接受了 中共最高监管机构证监会入国 一家与中国令人担忧的互联网监管机构有关的实体 纳入了其股权结构 知情人士表示证监会入股是为了加强 对其流媒体视频部门优酷和网络浏览器 UCWeb的控制 消息人士告诉英国金融时报 政府收购腾讯黄金股的计划细节 仍在讨论当中 收购涉及该集团在中国运营的主要公司之一的股份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公司文件 显示了这些股份是如何运作的 2021年一家与互联网监管机构有关联的基金 入股了其主要中国子公司后 一名党政官员加入了该公司董事会 这些人有权任命该集团的首席审察官 并担任自节跳动部门内容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多年来东南亚一直是中国科技巨头的战场 尤其是在电子商务物流和社交媒体网络领域 现在一个新的竞争领域出现了云计算 华为和阿里巴巴都急于在东南亚建立数据中心 目的是抢占云市场的份额 云市场已经变得炙熟可热 这两家公司希望通过降低价格来获得市场份额 但他们将不得不与先期到达的竞争对手美国竞争 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共同控制了该地区 大约70%的云计算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使中国企业更难吸引客户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半蠢事留下五点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据美国之音报道 在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近三年之后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 来了个180度政策急转弯 在各地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 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海啸席卷到中国各个角落 习近平标志性的清零政策 以这种混乱无序的方式收场 无疑会使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威望受到打击 就像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搞大跃进后的三年大饥荒 对毛的权威带来的打击一样 习近平的预措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就在两三个月前 外界还在猜测中国的全面主席习近平会在何时 以何种方式结束他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当时习近平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惯例 获得自己的第三个五年任期 并在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里 几乎全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盟友 动态清零是习近平主抓的最重要政策之一 他一直执拗地相信 清零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 是中共治理能力的典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直到去年十一月中 也就是中共二十大落幕 习近平如愿拿到第三个任期之后 他仍然没有打算取消清零 但到十一月底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几个最大城市 爆发了反对清零的白纸运动 再加上多个政府部门紧急请求 才促使习近平最终改变立场 十二月七号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公布了被称为新十条的优化防控措施 基本上放弃了动态清零 今年一月八号起 中国全面放开出入境管制措施 标志清零政策正式结束 但从超严格的风控到毫无预警的放开 将中国推向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 中国各地新冠病例呈爆炸性激增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殡仪馆和火葬场施满为患 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 公共卫生专家预计 疫情将会在医疗水平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 继续大肆蔓延 中国国家卫健委留出的一份 12月21号的会议纪要显示 从12月1号到20号 中国累计感染人数近2.5亿 仅北京市2200万常住人口中 就有约一半被感染 华尔街日报核实了这份纪要的真实性 专家预估 中国本轮疫情可能会造成100到150万人的死亡 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书作者之一 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 北京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 令华盛顿困惑不解 但也进一步认识到在习近平个人专权下中共政权的任意性 我的感觉是至少在华盛顿的领导层 无论是国会白宫还是官僚机构的人 普遍的看法是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 他说这加深了美国对这个政权的看法 它可以迅速反转 并愿意让中国人民付出惨重代价 我认为这是有些可怕的 因为这是一个出如此出人意外的决定 就在你认为你了解中国的决策方向时 这个政策突然出现了急转弯 乔治成大学法学院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及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 上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指出 毫无章法的退出清零 将是习近平所谓高校治国下的一个重要污点 很惊讶地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 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 他说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 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 习近平常常说 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现在看来是集中力量办了蠢事 清零也好 突然放开也好 这都是党中央来计划的 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习近平最喜欢说的 他说 就是他们有制度优势 就是共产党把全中国的资源都垄断起来 所以他们可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 结果是太集中 集中在领导人的意志上面 结果都是以集中力量办蠢事和傻事而告终的 清零政策下的频繁风控重创了中国经济 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3% 不仅2021年的8.1%增长率的一半 远低于政府设定的5.5%的增长目标 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10年 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7% 有分析认为 经济超预期的大幅度放缓 才是促使习近平放弃清零的 更深层次的关键因素 但放松疫情管控措施 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刺激经济反弹 目前还难以判断 经历了三年的清零之后 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已经跌到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2023年元旦长周末假期 中国国内旅游出行人次 与上年相比增长了百分之零点四 旅游支出增加了百分之四 疫情风控导致的大批企业倒闭和工作岗位流失 可能仍需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这个星期中国政府派出即将退休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前往瑞士滑雪度假胜地达沃斯出席年度世界经济论坛 刘鹤在他的演讲中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依然值得做生意的好地方 他说如果我们做出足够的努力 我们有信心中国经济成长 2023年可能很可能恢复到正常的势头 中国经济将会有重大的改善 他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并坚持市场经济 他说有的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西方商界对刘鹤的讲话反响比较积极 高盛集团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 刘鹤的讲话是对市场友好的 有助于恢复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跨国投资机构 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提升到了5.5% 但政界和长期关注中国的观察家则对中国表示警惕 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 贝克利说至少政策制定者们更加现实和清醒 这倒让习近平看起来显得非常无能 他的一连串失误 从偏执的坚持清零毁掉中国经济 搞得民怨四起 到毫无准备的放开 这让世界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 很多美国政策制定者曾经把他看成是一个地缘战略大师 我认为这个想法已经被抛到窗外了 就像他们曾经认为普京是个辉煌战略家的神话一样 通过他在入侵乌克兰这件事的糟糕表现来看 那种看法已经被抛到了窗外 他说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表示 中共虽会迫于形势而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 但并不会真正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刘鹤说 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这是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的 他说 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是第一次没有中国的民营资本家 像马云这样的人物参加 因为他们都被打跑了 在经历了清零的瞎折腾和毫无准备的突然放开后 余茂春说 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正丢掉他的国际训练 但在另一方面 塔夫茨大学的贝克利说 习近平的独断专权加大了与他共处的难度 从清零到一夜之间的混乱放开 令人感到你正在与一个可能反复无常的国家打交道 他说 这强化了那种印象 既在独裁政权里 一个人的突发奇想 可以支配整个国家的政策 这正是我们要处理的情况 而这让人不放心 他说我们很难建立任何形式的战略信任 因为如果你把这种决策模式带到美中关系领域 你怎么知道你与这个政权达成的任何形式的协议会持久下去 即使那些看起来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事情 也可能被抛诸窗外 如果这个政权在任何时间决定 这不是他想做的事情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辛也认为 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强人 在新冠清零政策上遭遇的挫折 可能会让他更加危险 世界应为此做好准备 他最近在彭博社发表的评论文章 将习近平与196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的三年大饥荒相比较 当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导致的饥荒 破坏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时 他并没有认输或放弃 而是开始策划一场大规模的清洗 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 使国家陷入了十年混乱 习近平可能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 裴敏辛写的 然而与他的前任一样 如果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 他几乎可以肯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更加难以对付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